每一个小朋友都是盛装打扮 不过打扮的主题有点特别 每个人都把自己装扮成一个上了年纪的老辈辈老奶奶 体验自己变老的模样 这是华盛基金会办理的重阳节特别活动 除了是让服务的长辈有机会和小朋友互动 同时也让孩子从活动中去认识长辈在生活中的不便 好看好看很可爱 刚刚他们有为你吃蛋糕吗 有有有好棒哦 从来都没有小孩子为我们吃蛋糕 今天最好的最棒的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茶会跟九友传扬节的合作 让小朋友知道说其实敬老尊贤的重要性 然后透过小朋友半老的一个装扮 然后让他们感受到一些长辈的一些生活上的不便 然后借此可以知道说 之后跟长辈互动的时候 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进行这样子 我们服务的长辈来讲啊 大部分都是独居老人家 所以其实他们跟自己的 有些可能有子女但已经没有在联系了 有些是根本就没有子女的 所以其实他们对这个小朋友的互动来讲 对他们的生活都会有 让他们觉得很期待 希望可以透过这个活动去 多跟这些小朋友一起做一些活动的参与这样 校方表示 只有这样的体验活动 就让孩子去学习敬老尊贤的观念 同时在知道长辈可能会有怎样的不方便后 孩子也会更清楚如何去关心阿公阿嬷的生活起居 让他们可以从小养成正确的观念 对我们就是透过就是活动的邀请 然后请家长就是协助孩子做一些就是 老人家的装扮啦 2025其实是超高龄的一个社会 然后其实孩子他未来再面对到可能 像譬如说我们社会上其实都会有 非常多的老人家在 对那所以就是期待是透过这样子的活动 让孩子去认识到就是老人家 其实会有时候会有一些的不方便 然后透过这样子的就是教育意涵 然后让孩子他可以就是融入在生活里头这样子 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让孩子在这个重阳节能够借这个活动 平常就应该对我们的长辈啊 对我们的阿公阿嬷啊 对我们的关心 对我们的关怀 那能够达到我们敬老这个活动的一个背后的意涵 希望引起的重阳活动 期盼得让每一位长辈的身心灵都能获得妥善的照顾 让他们的老年生活可以更加健康快乐 也让整个重阳节更有意义 基层文卫超报道